捞魚台灣大潮大腦和外國觀光客起糾紛 這名正信公讀生當場兩刀沒想到 這個動作不僅讓他沒了工作 還上了媒體版面 去了解這名正信公讀生一般高職 只讀了高二就沒在升學 英文頂級不好 這次和澳洲客人無法溝通 才會一時衝動亮出場刀 只是刀從哪裡來 這個也是他比威脅而過的罪 這個月5號晚上 澳洲夫妻帶著兩個女兒來到市林夜市 他們付了200元 換了十隻紙壺的魚網撈魚 以為有抓就能換獎品 但店家因為分數未達標不給 換雙方吵起來 後來警方到場攻堵生已經落跑 之後向警方投案說 因為對方180公分人高馬大 而他只有160公分身材瘦小 為了氣勢要贏 他才會拿出刀子撞身屍 老闆說公讀生也有出面 教導澳洲客人如何撈魚 但疑似英文不加溝通不良 產生誤會 只是亮刀就是不對 所以第二天立刻解雇 公讀生也被依社會秩序法送辦 這樣亮刀不太 其實台北市的暴力犯罪一直在減少 謀想有發生 他警察一定會去處理 面對夜市發生亮刀事件 客市長還是只誇台北治安家 或許就是這樣的管理態度 才會讓市林夜市的紛爭 嵌出不求 雖然這名正信公路生 已經遭解雇和寒送法辦 但這起亮刀事件 也讓市林夜市的形象 在受打掌 記得 綜合報導